台湾名嘴黄志贤因为一个选择感动了几亿大陆网友 这是一则挑战书 代表着这个台湾名门的大小姐将把自己的一生全都投入到两岸统一的大业上 可就是因为这个决定呢 他却成为了众矢之地 父母对他置之不理 朋友和他反目成仇 甚至呢就连亲哥哥也要和他断绝关系 一段以上没关系 就是要切割吧 所有人都以为他病了 甚至呢走在地铁上还有人冲他吐口水 可是他却降得要死 即使家庭决裂朋友反目 他也要继续病下去 而他的故事也感动了无数人 欢迎摆动搜索黄志贤了解更多社会大事 点个三连精彩故事 马上开始 没办法 实在是他的周围啊早已经烂透了 出身深绿家庭的他从小就见惯了独派身份的父母兄长 对于祖国的恶意诋毁 可是他却出于泥而不然 不止一次直言不讳的表达支持两岸统一的心愿 甚至于呢在举世接着的环境里 他也敢放言说台湾就是中国的一个省 带两千万台湾人回家 他是义不容辞的责任 正是因为这份坚持 黄志贤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恶意揣测和攻击 好友反目父母远离就连自己的亲哥哥也公开表态要和他划清界限 可是这些人没有想到的是黄志贤的一心相同其实是他们一手逼出来的 原来在他还小的时候啊 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父亲 常常的会给他看一些关于中国文化的书 在当时那个宝岛的衣食住行啊 几乎全都被美国文化输出包围的大环境 想黄志贤难得的获得了一片安静的乐园 从三字经到千字文 甚至呢就连晦涩难懂的红楼梦 也成为了黄志贤对于中国文化最早的启蒙 在父母看来这样做的是想让他成为大家挥秀 可是谁也没有想到取外打正招 让他对祖国越发的向往 为了打消他的这个念头 他的父母可以说是想尽了办法 断掉生活费拒绝再联系 可是他呢却降得很啊 父母断掉他的生活费 他就省吃俭用的去读书 周围人不想让他去大陆 他就干脆到湖南读博 或许正是这份坚持让他踏上祖国土地的那一刻起 所有的思念和好奇 全都化成了一句回家真好 从湖南的南国到北方的风雪 黄志贤见到的越多 他对于回归啊就越坚定 而数不清了风景之后 大陆同胞释放出的善意 更是让这个在自己家都步履为奸的女人 感受到了家的温暖 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呢 黄志贤萌发出了一个想法 如果说啊 前二十年他最大的成就呢 就是回家 那么余生的几十年 他只有一个想法 那就是带两千万台湾人一起回家 回到宝岛之后呢 黄志贤一头扎进了舆论场 成为了一名以笔为刀 以口为剑的斗士 出现在宝岛争论节目中的他 因为观点灵力见多识广 常常呢将那些两面三刀的政客 排挤的无话可说 而在渐渐打出名声之后呢 黄志贤也开始向宝岛的年轻人 尽可能的公正的展现 更为全面的大陆 与此同时 黄志贤也凭借自己打出来的名声 多次为了两岸统一而奔走呼号 而这种呢 对于祖国的认可和自始至终的坚定 让黄志贤成为宝岛那些 奇谈怪乱节目中呢 少有的良心 从疫情期间为大陆证明 到对大陆持之以和的宣传 黄志贤固然是受到了抨击 也受到过威胁 可是这位看似柔弱的女人 也依然坚持着粉心 没有人知道啊 为了两岸统一 家庭破裂 朋友反目的黄志贤 到底能不能看到宝岛回归的那一天 可一切正如他所说的那样 每当他在一天 就要尽一份力 发一份光 或许有朝一日 无数像这样的光 终会跨过那道浅浅的海湾 迎来游子回家的那一天 好了 今天呢 就说到这儿了 我们明天见